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螺鸭掌包 听起来就很美味的样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菜所需要的原材料 海螺鸭掌包所需要的原料是 丁螺 鸭掌 香茅 洋葱 辣椒和大蒜 调料是蚝油 酱油和鸡粉 那现在我们就边说边来操作吧 好 那我们首先要先把这个鸭掌给它炒一下 我们已经先把它这个全部都砍断了 砍块了 然后用香茅 切香茅 切香茅其实如果家里没有香茅的话 用姜也是一样的 香茅其实在东南亚国家 它就是代替姜的作用 它那个气味就代替姜的作用 甚至于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买不到这个香茅或者柠檬叶这类的 就普通的用姜就可以代替了 姜葱蒜 对 姜葱蒜 对 然后我们今天是用这个姜 葱来炒这个鸭掌 然后用这个香辣的这个蒜和这个辣椒来去炒香茅 这两个分开搭配 所以这个洋葱也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大家也知道这个洋葱它能够去腥 而且还能够驱寒 所以今天这个腥和寒 我们要通过香茅还有洋葱来进行驱除 现在已经切好了 那这边都已经备好了 对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开火 开火烧我们的炒锅 来 直接在里边加油吧 这边准备了一个包 对 砂锅 你是要先炒这个鸭掌 炒完了之后直接放在这个里边加热 然后上边再盖螺 因为这个螺不易加热太长时间 如果太久的话 这个螺肉会变硬 你吃下口感不是特别好 相反这个鸭掌的要包的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它才能越入味 胶质才能释放出来 才会够软 然后把这两样先下锅边香 其实在家里炒牛肉炒猪肉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多放入一些洋葱 因为洋葱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功效能够软化血管 然后尤其是中长年人多吃一些这个东西 或者是经常喝酒的朋友多吃一些洋葱的 确实有这个补益的作用 是 我们今天这个鸭掌里面稍微多加了一点油 因为我们需要让它多一点的这个油分 到时候这个螺我们就可以少一点 所以炒肉的部分稍微多加了一点点的油 然后我们炒出来这个香味之后 炒了它微微变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加一样 蚝油和酱油这两样 给它调个色 嗯 调个味 调个色 入个味 蚝油我们可以加两勺 酱油也是两勺 一样的比例 两勺蚝油 两勺酱油 里边需要加水吗 等会我们加到砂锅里面再加水 好 现在把它给打开 你现在让它充分的 炒均匀 对 这道菜所使用的 挺类的就是鸭掌 对 鸭掌 鸭掌其实来去卤也不错 卤鸭掌也是很好吃 但是一定要把它给卤烂了 它可以多放一些这个辣味 对 我们放到砂锅里面 然后基本上卤个 这样子微制差不多15分钟 差不多15 20分钟可以 它就会软烂了 那现在已经可以了吗 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 全部都加到这个砂锅 砂锅也可以开火辣 就是给它炒制一下 让它出香 对 出香 然后就加到砂锅里面去 微制 中小火吧 对 中小火 好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 加到它一半的量 然后进行一个微制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盖上盖子 盖盖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现在我们就处理一下这个 海螺的配料 海螺是这个香辣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是大排档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海螺里面的配料 有几样 一定是必不可要蒜 一定要足量的那种蒜 对 砂菌 还有姜 去它的这种的腥气 是 大葱 今天呢我们用洋葱的取代了大葱 但是辣椒 对 辣椒 也是必不可要 它是提味的 这时候我们等那个砂锅里面的 这个鸭炸 喂这个10 10到15分钟之后 我们再炒制我们这个海螺 一会儿的功夫呢 其实我们从侧边来看的里边 已经在收汁了 对对对 已经水已经差不多干了 这个盖很重 然后呢也很烫 我们现在把它给拿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粘稠 很微微烂 对 我已经感觉到那个胶原蛋白 在渗透出来了 对 很喜欢海鲜呢 去拌这个鸭斩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那个海螺 海螺 对 里边一样 加少量的油 把锅给它热上 这道菜是你自个儿发明的吗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样 我喜欢把肉和海鲜搭配在一起 这样它们第一可以互相互补 而且其实挺方便的 不用在家里炒两道菜 我们就做一道菜 一个大会 大拼盘 大拼盘 上拼 现在可以把海螺放进来 因为海螺其实也有一些水分的 把它全部都给它炒了 是 你在家里用现在的这种的冬小火 你通常会把这个海螺炒它多长时间 我只要一炒变色就好了 就要一炒变色我们要加军 因为加军之后还得继续喂制的 喂到多长时间 喂差不多三分钟 三分钟左右 要三分钟 三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这个鸭掌已经好了 对 我们现在就可以往这个锅里面加一半的量 就是加一半给这边 铺在面上 对 铺在面上 真的锅里面已经有水了 就是它吐出来的这种水了 是 好 这里边的铺呢 也给它盖上 盖满它 然后留下剩下一半 我们单独另外再炒别的味道 或者说把它装出来练习 炒熟味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给盖上盖了 就盖上盖 然后再喂这个三分钟 好嘞 盖上盖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剩下的这个锅呢 来给它翻炒一下 里边加一点点的酱油 或者是蚝油 其实里面的这种鲜的味道都有 对对对 本身海鲜它很鲜的 那就两种不同口味的菜 就已经呢制作完毕了 是 那这个里边如果你要觉得少了水 我们再加入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去焖制一下它 两种不同口味的美味佳肴 就即将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推请大家回顾一下整道菜的制作过程 对对对 好 一起来看看吧 海螺鸭掌宝所需要的原料是 丁螺 鸭掌 香茅 洋葱 辣椒和大蒜 调料是蚝油 酱油和鸡粉 做法很简单 香茅斜切断备用 热锅热油 炒香洋葱和香茅 鸭掌倒入锅里翻炒 加入蚝油 酱油炒匀 倒入事先加热过的砂锅里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中小火微制十分钟 蒜切片 辣椒切片 热锅热油 先炒香蒜和辣椒 再倒入丁螺 稍加翻炒 倒一半到砂锅里 继续加热砂锅 微制三分钟就好了 剩下的海螺里还可以加入一点酱油调味 健康小题是 鸭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维持皮肤的弹性 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鸭掌多含蛋白质 低糖 少有脂肪 所以可以称鸭掌为绝佳的减肥食品 做的操作本节目由君瑶为动力特别呈现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道创意菜 用海螺和鸭掌共同烧制在一块 其实我刚才看回顾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边用了很多种的手法来做 烧 炒 焖 炖 炖 煮 炖 煮 这么多 对 我觉得用了这么多的手法做出来的一道菜 大家可以想象一样 好吃不好吃 肯定是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美容的话 先来吃这个 海螺 不是 鸭掌 不是 海螺吃完了吃鸭掌 这样的味道更香是不是 对 那行吧 那就今天按照你的这种程序 我们先来吃这个螺 不知道反正我能不能吸出来 吸不出来的话 剩下的都是你吃了 然后我就赶紧主攻这个鸭掌 然后用剩下的这种汤汁来浇个面 然后拌个饭 我相信这样的一道创意菜 能够带给我们大家不同的美味享受 谢谢小猪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也要谢谢电视进行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